《环球大牢》 想象到你在一个漆黑漆黑的夜晚里 有那么几条路可以走出去 但是很多别的路都是朝子 那你必须走出去 你知道再过一段时间 比如狼了或者什么就来了 那怎么办 这个状态非常焦虑非常急 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所以这过程中 你就需要去非常好的方式去趟路 趟路的过程中 你既不能跑得太快 也不能跑得太慢 所以我为什么说 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呢 就是我们就是在那过程 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采取一个小快跑的方式 很快地把我们的 几要重的东西找出来了 这里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AR真的是很关键 人工智能真的是能够 带来很多个民生的东西 会颠覆每一个行业 不管你是纵向的 比如说金融啦 医疗 制造 或IT 还是横向的一种 营销 客服 人事 招聘 都会被颠覆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大时代 而我们做人工智能的 可能这是最好的时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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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